你看一下那個 孤兒小孩的嘴臉 看一下 碰到的名字 我是一個卡路的大小的小孩 輸了還 欸 不認輸 台國的小孩 有沒有 打拚 台灣贏的就是贏的 當初不應該 廖老闆跟你賭一百萬人民幣 應該很簡單 你輸 來 吃屎 吃人的 剛好跟台灣幾個 怪俠 組誰一團 吃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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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個 田虹 加你 F4 團體都講好了 X4 FUCK4 X4 台灣贏你就是贏你 那是因為還有減速帶 如果沒有減速帶可能跑到8秒5 我們今天是用一個 已經是用一個比較比較 讓你占到便宜的方式 HIGH 你啊 小孩根本就不適合卡 你懂嗎 阿人 阿人 看到一個 廖老闆 阿人買去 正式的 三趟測試 打敗這個孤兒子 大陸這個節尼粿 真的台灣之光 恭喜這個廖老闆 為台灣出了一口氣 台灣之光 在說這個節尼粿 沒人家說現實說今天輸了 輸了一後 又在想別人 沒有直接當下把成績拿出來 那又要講我們台灣 今天作弊 輸就輸了嘛 不要再狡辯嘛 啊不是原本約束好說 要捐一百萬人民幣 有沒有錢捐 捐不捐得出來 我最賭籃的就是他整天一直在那邊 說什麼 什麼中國台灣神 請問台灣是個神嗎 台灣是個國家 我們有 三權分立 我們有我們行政區 有總統副總統有所有的縣市長都有 每四年大選 你中國有在選舉嗎 不過傑尼粿我講句實在話 這傢伙子 8秒93都造假了 台灣8秒72啦 那是因為地上還有這個 減速帶 因為沒有 沒有一個適合的路段 好好的去充分的測試啊 是還有 地上還有這個減速帶呢 如果沒有這減速帶 我跟你講 還更快 可能8秒5就有了 你懂嗎 可能會跑到8秒4 8秒5啊 好